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收看中国大探索 我是刘怡君 中国大探索团队在探访广西的时候 观察到了广西的省会南宁 在2004年成为东南亚国协的永久会址之后 经济是快速的起飞 最近几年来更成为台商积极投资的一块宝地 尤其丰富的美食更是南宁重要的软实力 吸引大量的观光客前来 其中最火红的就属滋味特别的柠檬鸭 这道在南宁流传30年的美食 靠的是腌制过的酸柠檬和炒香的鸭肉 为主入味 酸香中带着肉汁的香甜滋味 因此有人说北方有全聚德 南方有柠檬鸭 如果没有吃过这道菜 你就白来了 三年内台商在这里投资超过 11亿美元 经济快速发展 但他们的传统依旧灿烂 他们有跟人一样高的世界铜骨之最 欢迎光临南宁 南宁是广西的首府 因为临近东南亚 彼此以南宁为起点 一路往南串联起越南 柬埔寨泰国等 发展成为一条金毛共融的黄金走廊 这一股新兴势力正在窜起 凭借着东盟协会的免关税政策 还有ECFA协定的关税减免 让许多台商纷纷都吸进到南宁这个都市来投资 截至到目前为止呢 在这里已经有超过290家 大小规模的台商企业 就连旅游观光人潮 也是以台湾游客最多 占了南宁市的四分之一哦 成为外来投资的新据点 南宁市经济镇快速发展 美食多样化是最给力的观光软实力 由于广西是全中国唯一一个壮族制治区 首都南宁又是最多壮族人的居住地 因此想要品尝最地道的壮族风味 一定不能错过这家已经有30多年的甘家界 你看这一桌 还有这一桌 这一桌也是 更夸张的是 你看这个也是耶 周周必点的啊 这是号称广西名菜的柠檬鸭 据说你如果没有吃过 就等于没有来过南宁哦 味道比较重 我们喜欢味道重的 广西这边啊 因为柠檬鸭是广西的一个特色名菜吧 然后它比较酸 而且还有一些那种配料可能只有广西才有 比如说像酸姜啊 然后那个酸辣椒等等 然后大家都比较喜欢吃这个菜 在我们地方的话呢 就流传着一句话 就是那个北有全聚的南有柠檬鸭 这么厉害 可以跟全聚的烤鸭来相提并论 炉子上鸭肉快正冒着油 和老张片一起散发诱人的金黄色泽 裹上犹如麦芽糖衣的酱汁 鸭肉看起来入味又有咬劲 但真正让人难以招架的 是它扑鼻而来 阵阵柠檬清香 柠檬本身就是我们壮香的一个特色 这个柠檬的话呢 跟例如说我们说越南的一个清零 它的口味是完全两个口味的 然后的话这个柠檬的话 它所带有的那一个鲜酸度 很诱人 听总经理讲的口水都要溢出来了啦 我就不客气 产鲜一吃为快 到底这壮香的柠檬 有没有这么厉害 你看这个鸭肉啊 颜色其实已经变得 有一点焦糖色了 看起来好像很重口味 不知道吃起来如何 咬下去柠檬的香气立刻散发开来 紧接着在后面呢 就是它的酸香酸香的味道哦 所以其实吃起来 因为它带有酸的关系 口感非常的清爽 柠檬鸭的口味实在好极了 当然负免所有一定要为观众朋友 揭开它好吃的秘诀 或一进厨房 我发现了惊人事情耶 你相信吗 连鸭肉你都可以自己选择品种要吃什么 因为你看 它有三种耶 一个的话呢就是香鸭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本地饲养的一个鸡鸭 那其次的话呢 就是我们自己饲养的一个北京鸭 躺在玻璃柜前 一整排就是店里的金牌鸭群 好像选美一般 让客人看了喜欢再买 香鸭的肉质的话呢 就劲道非常好 然后的话呢 多半喜欢香鸭的 都是一些上来年纪的一些老人 因为吃香鸭的话呢 比较滋补 土鸭的话呢 都是一些年轻人比较喜好 因为说土鸭的肉质比较嫩皮薄 这应该适合我 对不对 北京鸭的肉质的话呢 它比较丰满 然后的话呢肉质多 简单的说 你可以一直 照自己喜欢的口感来选择鸭的品种 而且是趁金嫩两脉 想吃多少就买多少 大身鸭肉切成块 和三辣椒 三头三姜片 还有独门面包的酱汁 直接下锅翻炒 炒到大约六分熟 就得暂时休眠 让鸭肉在锅中热煮 鸭肉再通过焖煮 前面的那个六到七分钟里面的焖煮的话呢 可以使鸭肉充分地舒软 因为一般的鸭肉其实是稍微有咬劲的 时间拜托总经理端出这道菜的灵魂 就是他 成年腌制的三柠檬 但这土黄色的卖相 实在不怎么优耶 我们在烹饪的整个过程里面的话呢 我们会把那个柠檬的籽去除 然后将它打成剁成泥 剁成泥 为什么要剁成泥而不是一片一片下去 剁成泥的话呢 就是为了能够让那个鸭肉 纷纷的吸纳柠檬的香味 让它是柠檬的香气全部散发出来 均匀的 对 很均匀的 对啊 师傅我光站在这里 我觉得我口水都忍不住开始分泌了 但柠檬日热就容易产生苦味 所以要在鸭肉焖到八分熟 准备起锅前才加一勺进去 然后快速翻炒两下就大功告成啦 等等 你有没有看到师傅在铁炉上贴了什么 转过来一看 二号师傅 这个是 那标签管理的作用的话呢 主要起到的就是能够很明确的知道 这道菜品是哪一号 哪一号师傅承认的 当这道菜品出现一个质量问题的时候 有一个反馈 追踪 这服务品质真的没有话说 对 绝对是对客人的一个 饮食质量的一个保证 连这样的小细节都注意到了 柠檬鸭的口味和品质肯定也没话讲 酸香中透着鸭肉的甜味 微辣中藏着鸭肉的信仪 许多人都是一吃成主顾哦 其实我吃的东西已经吃了大概有十年了 其实这家其实都十年了 对对对 为什么 很有特色 肉里面的柠檬味那种非常重 而且说比较有那种柠檬那种鲜的感觉 很有味道啊 酸酸的也很开胃哦 柠檬鸭鸭 络艺不绝的人潮更证明了柠檬鸭的火红地位 这家开店三十年的干家界 已经拥有十家店 看准了广西的旅游潜力 要让这道在地名菜 烘到国外去 еч来 炔牛 炔牛 篮 炔牛